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Dave 我是Elsa 今天我们继续讲FM123的第一步 这个就是圆形植物性的食物 其实很简单 四个原则很重要 第一 whole food 就是圆形的食物 第二植物性的 就不是动物 第三就是要有机的 或者是非基因改造的 non-GMO的 然后最后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要吃有生命的食物 为什么要吃植物性的食物呢 因为动物性的食物 你看我不是讲肉 是动物性 因为包括所有的海鲜 包括所有动物性的蛋白质 制造出来的奶类乳肉 这些鸡蛋的这些都是动物性的食物 在这些动物性的食物里面 都是会有酸性的 我们稍微化剂 会让那个体积会酸性的 对 还有它会释放很多的自由基 会攻击我们的细胞 氧化我们的细胞 所以呢 甚至会带来那个细胞的突变 大家听到那个名字 都想到是癌症了 另外呢 它也会带来很多不好的好处 比如说胆固醇呢 饱和脂肪 相对呢 植物性的植物 就完全另外一百八十度了 它非常简性呢 它会给我们很多的抗氧化剂 来保护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 不受外来的 还有那个氧化剂的破坏 还有的是呢 它也是减性的 然后它也不会有所有的 这些胆固醇的问题 所以呢 这些都对我们肺占有很大的好处 对 然后呢 我们也最重要的 就是whole food whole food呢 就是all natural 全天然的 没有加工的 就代表什么 代表里面 没有化学剂 没有防腐剂 没有chemical 没有对我们身体不好的 我们叫毒素 所以为什么 我们 我们的人呢 就是天然的嘛 所以我们就是要 吃天然的食物 如果我们吃很多 那个加工的 就代表我们身体里面呢 会吸收很多毒素 那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呢 就做成一个非常大的破坏 还有那个基因改造 可能很多人都听过 对 这个也不是很好了 对啊 其实我们现代呢 也还没有知道 基因改造的食物 对于我们的影响 可能很大的 Elsa 你知不知道 我们整套的FM123呢 最厉害 我可以说是杀手锏 这是什么呢 这是roll food diet 这是吃生的 尽量提高一些 没有经过高温主食的 那个食物 所以这个呢 将来Elsa 我一步一步的教大家 做很多 简单又健康 但是是生吃的 那个东西 所以这个生的 就没有破坏那个营养 这个吸收很多高浓度的营养 我们看这个很漂亮的 Bell pepper 它里面呢 哇很多营养 我们不知道的 就是活性少数 然后植物生化素 然后呢 它也有一些维生素 高温之后呢 它就会破坏了 所以这些呢 都是我们身体里面 真正需要的营养 这个很重要 对 所以呢 大家都知道了 尽量吃 whole food plant based diet 下一次呢 我们再讲FM123的 第二步 蔬菜籍 不要错过 下次再见 拜拜 啦 咱俊苏 咱俊� 咱俊仁 咱俊